我们台湾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他的都是政府部门在做 只有台湾是老百姓在做 老百姓走在最前面 像非物资 台湾非物资文化遗产 这个只有吴先生做召集人 大家不要以为他是神 其实他是人 他也会冷掉 所以大家绝对不要让他冷掉 什么叫非物资就是软体 什么叫软体就是技术 就是智慧就是什么 他们要结合 他们会冷掉 我们刚刚练的这些什么刀疗法 什么刚刚叫我们练肾脏 练膀胱筋练什么 练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 我们大家的祖先 他们流传下来很精密的东西 现在他们我跟大家报告 对不起我讲话乱讲 大家眼前我已经有二十七十多岁了 所以我可以乱讲话 七十多岁了乱讲 我跟你讲 他们真的需要大家的鼓励 绝对不要让他冷掉 他冷掉以后我们就失传了 大家都小孩子整天就说 爸爸妈妈你又要叫我干嘛 我现在正在玩电脑呢 他在玩电 所以你都不能吵他 他也无心要理你 对不起 我有三个小孩 我讲这个话 因为他们都是我长大的 我还让他们留学 还到美国去十多年 高中就去了 你知道要花一个小孩子要花多少钱 父母亲是多么辛苦 我们又不会去抢 也不会去跟人家说不合法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做的 所以他们有感恩嘛 所以父母亲 你们 我一句话 你们真的要鼓励 那个非物资 台湾非物资 这个文化遗产 他们什么会 我说你先要把 我们台湾弱势 他们赚钱很辛苦 所以 他们都要凭心理 你看他练了半天 他又跟大家拿一毛钱吗 没有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他就是说老祖装留下来 他有这个使命 他带着这个使命 他要大家都知道说 这老祖留下来 刮萨也好 推纳也好 这个各种各样的 都是软体的东西 你手机 你以为手机他自己会跑吗 他这叫硬体 他里面会跑都完全的靠软体 他软体就是现在我们 只有台湾是老百姓在做 老百姓我就 我就吴先生这么挺他 就是因为怕他冷掉 我说吴先生拜托听 你要领导大家 因为你的美女还很清理 要大家给他掌声 这个还是热血 真的是 他也会冷掉 所以我就很担心他会冷掉 所以我跟大家拜托大家 大家真的要给他掌声 给他鼓励 然后说你要领导大家一起 能够主动出来 我都很担心 这个几大掌门人 都是很难的 都是几万人里面 只有一个他才能出来 然后他抛弃这些 然后他连他的目的 给你看的目的 就是你知道老祖宗留下来的精英在这里 所以我要传播给大家出去 所以我们要鼓励这样的 要给他实质的帮助 然后告诉他说你需要什么 我能做的我就这些 但是你的生活还是要注意 你要不能忘记自己的家庭 然后行有余力 尽量的帮助他们 希望他们不要冷掉 我在这里我也很感谢 有位航讯 航讯在不在 他在后面 但他做植物油 在哪里卖 不是做葡萄籽油 葡萄籽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种致癌的 很好的一个产品 我说你为什么不卖 为什么不进口橄榄油呢 他说橄榄油分为四级 他说你们不懂的 都以为Pure Pure什么Oliver 很纯粹的橄榄油的油 他说其实第四级最差的 他用一个Pure 他说你就被骗了 他说我用葡萄籽油 就是一种 它只有一种 而且是法国最大的银牌 我说你在哪里卖 他说我是在搜国卖 我说你在搜国卖 那如果是我们的会员 如果是吴先生介绍的 你要卖到多少 他说在那边卖四百 四百八六十五 多少我忘了 那这个只要三百 三百多块 我不晓得啦 都会带给你很大的辛苦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对于自己的会员 或者是帮助发展中国文化的人 给他们掌声 给他们 给他们那个 你要但是你要 让他们活呀 你不能活的话 也不是我们所愿意的 谢谢大家 我只是希望大家 给他们 收钱 给他们 谢谢 好 谢谢谢谢 我们谢谢吉教授